本片为直播教学转图文版 详细说明,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大家好,今天8月11日 这里是埃及投资客日记直播的频道 今天不讲房地产,今天讲挖矿 看我这个造型,就知道要讲韭菜系列 哦,又到了韭菜收割的季节 韭菜系列以后我们就穿成这样好不好 接下来再加个大毛衣,非常的冷 因为厂商都不会告诉你真相 那现在就告诉你真相 挖矿到底能不能玩 最近这一个月,最热门的东西叫做 KS0有一个虚拟货币叫做COSPA COSPA里面因为演算法被攻破 所以有专业的矿机 这个算力随便都非常的高 基本上呢,干趴显示卡 一个月前一天,大概收益是900到1000台币 一个月后到底剩多少钱呢 我现在算给你听 为什么这一台机器叫做韭菜机 这台韭菜机很厉害 这台韭菜机现在已经做到跟电风扇一样 跟你家的电风扇一样的瓦数 非常的厉害,很安静 所以现在挖矿没有声音了 是真的吗?是真的啊 当然这是低阶的高阶还是很吵 F16起飞 那,就让我这个被不动产耽误的工程师表演 投资评估给你看,投资评估,这个挖矿给你看 不动产也是这样子评估 本功能需收费 前几天这一个币涨了一倍 这几天跌了30% 所以,你要习惯币圈是这样子 币圈一天,人间十年 这是个概念 当然如果你对挖矿没有兴趣的 或对虚拟货币没有兴趣的 你今天就可以转台 现在就可以走了 没有关系 因为这只是个我的一个额外的工作报告 那这个 币种在台湾挖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五名 请注意是世界排名第五名 一堆台湾人都在挖 不用怀疑 https-miningpoolstts.stream-kasba 那我们从上个月7月10亿开始 为什么 从7月10亿开始 因为从7月10亿左右 一大堆网红在推这个所谓的冰河KS0 那个时候 一天大概是900到1000元 没有错 非常的厉害 那厂商的报价是多少钱呢 报价是58000元 那 报价这个58000元是期货 什么叫期货呢 就是 这个月定下个月才买到 那这个月剩多少钱 这个机器剩32500元 到底这一个月 可以赚多少钱呢 它的计算公式 是这样子 就是你一天可以赚的这个 这个趴数 就是你一天可以赚多少钱 就是你可以挖的颗数 乘以它每个月的减产5% 也就是乘以0.95再乘以0.25 为什么乘以0.25 因为这一个月难度上升4倍 也就是说要乘以0.25 什么意思 就是原本 比如说 250个人 现在有一千个人来给你 做这个挖矿这件事情 所以它的收益人变多了 分的自然就变少 所以它的计算公式就会变成 900乘以0.95再乘以0.25 等于213元 但是这一个月总共涨了一倍 又跌了30% 那就是涨70%嘛 这是这几天的事情 这几天就跌30% 那就是说 公式就是 900乘以0.95 乘以0.25 再乘以1.7 所以今天 今天8月11日的收益 是多少钱呢 这已经扣掉电费了 因为那个KS0的电费65瓦 其实非常的少 那就是一天是362元 也就是说 从一个月前 900元降到今天是362元 那这一个月 你总共会赚多少钱呢 厂商是不是上个月的机器 是58 你拿到58的机器 现在开始挖 限亏44% 假设你上个月就拿到了 不要说这个月拿到 限亏58000元到32500元 那就它的公式 就是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除以2 上底就是900元 加下底362元 乘以30天除以2 答案是 18930元 那这个价格 有没有划算呢 没有划算 为什么没有划算呢 因为你的收益 从900跌到362 收益跌了大概 60% 矿机跌了 44% 因为从58000跌 到32500 所以跌44% 换句话说 你赚的钱跌的比机器 还要快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收入 算回本天数来看 你回本的天数比 机器跌的还要快 也就是说 你去挖它 是不划算的 意思 你挖它来补 你看上个月是 58.6万 这个月只剩3万多 是不是 快腰斩了 问题是 你的收入 减少的比一半 还要多 减少了六成 所以 你买来挖上个月 应该说你 7月 你上个月买来挖 这一个7月1号 到8月11号 去挖的人 基本上 就是韭菜吗 答案是的是 不划算的 但是你们说 挖涨会赚 不会赚啊 为什么不会赚 因为照现有的难度 一个月成长 难度成长4倍 就是有4倍的人 涌进来 下个月又乘以4倍 会剩多少钱 这也就是说 从7月11日 到8月11日 你是不是 赚了18930元 你从8月11 到9月11的计算公式 就会变成 213元 乘以0.95 乘以0.25 等于50元 再乘以假设 它还是现在的币价 那就是乘以1.7 就是85元 也就是说 你一天会剩下85元收入 下个月8月11号 到9月11号 讲白一点会剩 你会赚多少钱呢 6750元 那9月11 到10月11日 可以赚多少钱呢 1545元 那你看 18930 加6750 加1545 怎么加 都加不到58 请问一下 你如果是买58000机器的人 你会回本吗 不会 如果你现在买 是下个月 下个月拿到 就是9月 9月拿到 你从9月开始 挖到11月 你一个月 你一个月 能赚多少钱 剩下1000多元钱 请问一下 你怎么回本 你机器买3万多 你一个月收入 是剩1500多 所以它的收入 是这样 7月到8月 7月11到8月11 大概快2万了 好不好 8月11到9月11 剩下6000多 9月11到10月11 剩下1500多 请问一下 这个减少的速度 减少 学崩 换句话说 第一波可以赚到钱 是你6月就进场 或者是7月就买了 这个月开始开始挖 第一波可以 第二波之后 就不太行了 所以只有第一波 能赚吗 答案是 只有第一波 能回本 回本都很困难 从这个计算公式来看 非常的困难 除非了 你买最大CP值的矿机 叫做KS3L 这个呢 上个月是破百万 这个月厂商的报价是60万 价格跟KS0 为什么选KS3L呢 因为这台的CP值最高 然后可以拿得到货 只从香港流出 但是 还是一样是期货 就是下个月的事情 换句话说 你下个月才开始慢慢回本 价格差18倍 算力超50倍 就是它的效益 超50倍 赚钱的能力超50倍 当然是买KS3L 有办法回本吗 有你挂第一波 是有办法回本的 除非你如果 要能够比较安全 所以 你要祈祷 不要太多人投进去 这个就是 人太多的下场 人太多的下场 就是这样子 你要想一件事情 扣掉它涨了七成 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月 你一天的收入 从900元 跌到剩下213元 如果你扣掉它上涨的因素 当然 你加上七成之后 今天的收入 一天是362元 我是以KS0这个最低阶的来看 是这样子 所以等于就扣掉上涨的因素 从900跌到 200不就是剩下这个四分之一吗 跟它的难易度 高度正相关 难度就是指人数 有多少人冲进来做这件事情 非常多人 超多的多到靠北 所以说KS0是不是个韭菜鸡 答案是 答案是经过这一个月的验证 它是个韭菜鸡 鸡 你现在能不能进场 答案是 已经不能进场了 来不及了 你现在不能买了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 我可以这样讲呢 因为我没有卖机器 如果你买了呢 哈哈哈哈 你要退货 那是你跟厂商的事 不要找我 我没有做这个服务 就是这样子 那因为人真的太多了 就跟那个 就跟你去台北101 看烟火一样的人数 弹瘫交通 比那个人数还要多 就是马上 这个收入就被打平 三个月 就打到跟显示卡一样吗 照目前的速度来看 这一个月是这样 如果它这个难度继续成长 成长四倍 四倍四倍 三个月 三个月你看原本 你这个一天1000元 你最后一天 会是多少钱 只要三个月 一天就会剩下 一个月前的今天 还有900元 10月11号 照现有的难度下去 一天剩18元 18元不是跟显示卡一样的钱吗 没有错 三个月就推平了 为什么因为人太多冲进去 当然 没有像一个月前所有 在卖机器的这些网红讲的 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回本 回不了本 根本回不来 我只能告诉你 你要买 要想清楚 这是个陷阱 所以这 赌博钱 请详阅赌博公开说明书 所以 这又讲到一个投资天条 人多的地方 不要去 别人掏金的时候 我要干嘛 去卖设备 这个历史 不是早告诉你了吗 那些年 美国就金山淘金 发财的是淘金的人吗 当然不是 是卖装备的人 买牛仔裤的开旅馆的 这历史早就告诉我们 是这样子演的 当一堆人冲进去的时候 这个东西马上就没有获利 除非你是第一波 重点是像这一次的这个 CASFA 这个挖矿 你还要选对几种 你不能选那个最低阶的 你要选高阶的 才有办法回得来 因为人太多 人太多 不然其实高阶的 一下子可能一个月就回本 问题是 来不及买也买不到 低阶买得到的 大概抓两三个月回本 问题是它的收益 是呈现直线的下降 垂直90度下降 为什么 因为进去的人 是垂直的上升 所以垂直的上升的人收入 收益就会垂直的下降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这样子 所以送你两颗心好不好 送你两颗心 第一个贪心 第二个不甘心 贪心呢 会让你起心斗念 想要更多 想要寄要 又要还要 这个就会让 你就是贪心 此穷换下一题 接下来第二个心不甘心 你会追高 想要拿回未曾赚到的 现在是追高吗 对 虽然机器跌了一半 但是 你现在去 就是追高 为什么 我韭菜 我骄傲 因为收入下降的更快 你根本回不了本 等于就是说 你挖的钱 在追那个机器 这个成本是追不上的 那就 只好硬着头皮开机 最后呢 这个投资策略送给你 投资策略是什么 就是等这些韭菜挂的时候 我们就去进场捡尸体 啊不对 是捡没有人要的装备 到时候这些矿机呢 可能就会跟垃圾一样 被丢出来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收一些垃圾 看它可以挖多久 那个叫做回光返照 这个叫做产业最后的存续期 因为它其实每个月减5% 其实很快 产量 其实很快就没有了 它能挖的时间也不多了 因为它 我靠天打雷劈压哈哈 讲得太直接 外面天打雷劈 我操闪电 额干 所以就是说 你要投资这个挖矿 你要想清楚 这是非常危险的 人多的地方 不要去 是不是就这样子也 我现在有告诉你 那个数字呢 刚刚的计算呢 可能对你来讲 太复杂 不过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三个月之后 照现有的难度 再延两个月 一天只会剩下你买KS0 现在买是3万多 但是一天会剩下18元 18元就跟显示卡一模一样 吓死你 收入只剩18元哦 你要想清楚 你要想清楚 一天只剩18元 跟显示卡是一模一样的话 就是你买了一台 3万多块钱的机器 它就是一张显示卡 是不是跟你现在 去买一张显示卡 两三万 其实收益是一样的呢 答案是一样的 重点是 显示卡收益 还稍微高一点 重点是 显示卡的残值比较高 因为它还可以转卖 你这个矿机 一旦没有收益 它的残值就是接近于零 显示卡它还有残值 对不对 比如说 你可能用个一年 大概还可以卖个六折七折 用了两年 可能还可以卖个三折 四折大概是这个幅度 但是那个矿机是 没有残值这个东西的 你要想清楚 你要想清楚 KS0就是个 韭菜机 讲白一点 讲白一点 以它现有的收益下降速度来看 它就是个韭菜机 你要进场挖矿的 要想清楚 要想清楚 就这样子 如果厂商 你已经定了 那我没办法 那是你的事情 因为你一开始就要看到这个 发展了嘛 对不对 你可以买一两台来玩玩 是可以的 像我们这样玩玩 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收益只要很高 我还你原型钱鬼驾道 投资五万六万一天可以收一千元 请问一下 会不会有大量的疯狂的人冲进去 让他没有收入 答案是会 答案是会 只是说 冲的速度比你想象中还要快 四倍速 四倍速成长 这个月刚好今天8月11 到上个月7月11 刚好一个月 刚好一个月 四倍速成长 下个月在四倍速成长 下个月在四倍速成长 你买的那个矿机 就是显示卡 就是一张三万块的显示卡 重点是 没残值 就这样子 今天就播到这 希望对你这个韭菜 不是希望 对你想要进入挖矿这个行业 有一点帮助 所以挖矿要很小心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但是这又讲回来 最后又变成什么 最后这个投资 最后又转回来 变成金融操作 金融操作 什么叫金融操作呢 这个我之前直播都有讲 因为所有的投资 到最后都是金融操作 就是看谁亏得起 撑着酒 嗯 比耐心盼运气 想策略 买的东西上涨了 有价差 或者是 买的这个东西 有现金流 比如说 你的股票 会发股息给你 它就是个现金流 房子出租 有出租的租金收益 这个就是一个现金流 就是这么简单 这样你会玩了吗 现金流 可以让你回血一点 回血 就是被动回血 那这个KS0 这个韭菜机呢 有没有办法 给你被动回血呢 显然是没办法 除非它的币价暴涨 你看它这一个月 大概涨了70% 但是你的收益 还是从900 减到剩下300多 这只有一个月哦 币价涨了70% 你的收益 从900减到300 那下个月 是从300减到 如果币价不变的话 是减到85 但是如果币价上涨的话呢 那不好意思 也不会好去哪里 为什么 因为人太多 省多粥少 人太多人 依旧只要有收入 大家就会把它推平 什么叫推平 推到没有利润 就这样子 今天就播到这 希望对你有帮助 拜拜 本片为直播教学 转图文版 详细说明 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